卡达士族场馆外 有伊朗示威者高喊口号 力挺国内的投金革命 没想到却有挺政府的伊朗球迷 在一旁吹气笛干扰 阻止他们抗议 双方人马一度互相叫骂 差点引发冲突 伊朗在世界杯的第二场比赛 对上威尔斯 国内政治动荡 却一路延烧到卡达球场内外 有示威球迷借这个机会 向全世界表达诉求 却被亲政府的球迷跟随骚扰 这名示威者表示 听说伊朗政府送了5000名亲政府人员 免费到卡达来看世界杯 表现力挺伊斯兰政权 而不论是旗帜 标语或者衣服 只要有表达抗议诉求的标志 入场时通通会被球场警卫没收 在此同时 伊朗国内示威引发的冲突暴力 持续发生 CNN专访到一名伊朗医生 展示自己因为参加示威 遭到军警人员镇压打伤 不过他表示 死亡不是最可怕的事情 伊朗黑牢的虐待 比丧命更加可怕 但他强调只要伊朗政府不改变 人民还是会持续走上街头抗争 伊朗医生也呼吁 各国应该关闭伊朗使馆 联合国也要提出更多制裁 国际间应该更积极以实际行动 力挺伊朗人真自由 TVBS新闻余思寅综合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